親愛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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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西來熊青阿 今天厲害阿 要來做什麼 今天要來讚小孩 站起來 小孩也可以讚喔 今天不是來消費小孩 是來讚小孩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自從蔡侯貴、蔡布隆出生之後 他說這個我們促進台灣的生育率 所以少子的話嚴重嘛 沒錯 我們有促進生育率 你看大家太可愛了很想生小孩啦 對 每次看來都好想生好想生這樣 對 但是我們身邊就是有這麼討厭的小孩 死都不生 不生主義的這個夫妻黨代表 在這裡 就是我 欸 其實我們兩個結婚的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喔 大概都五年 啊你們是 就是不生 從一開始還沒結婚就不生 打定主義就是不生主義啦 怎麼樣都不生 沒有動搖過 今天看到蔡黃貴也沒有動搖 也沒有動搖 就算生得這麼可愛 也不生 也沒有要生 好啦 今天的議題就是要站起來 今天是辯論大會 辯論大會是 我們就是代表 一定要生小孩的夫妻黨 那我們就是一定怎麼樣都不生小孩的夫妻黨 對 今天的辯論大會給它變起來 我們今天就各自羅列五樣生小孩 或是不生小孩的優點 然後再互相攻擊 互相反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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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些一些我們年輕朋友們 年輕朋友 即將要結婚 即將結婚還是已經結婚 還是在考慮到底要生還是不生的夫妻 聽看看 聽看看 參考一下意見 來 辯論大賽開始 第一個 附身小孩的優點 來 而且是最大的優點 什麼 就是 自由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沒錯 你今天看一看 這個肌肉便宜 立刻就飛了 因為你沒有牽掛啊 時間都是自己掌握 對啊 說得好 欸 我想去看電影 走 衣服穿了就去看電影 不用理小孩 他急點要餵奶 急點要睡覺 反夥 小孩要睡 喔不行 小孩就睡了 不能吃了喔 說得好 說得好 無理反駁 沒錯啦 你長大就可以啦 對嘛 小孩長大就可以啦 你們結婚來講 六七十年的時間啦 小孩大概十幾年之後 親人就不會理你 你到時候就自由了嘛 你就說再困十幾年就對了 你要困好久欸 你要困 那十幾年 你要換最不同的生活嘛 要十幾年換取五十年的自由 不急什麼嘛 好 現在換你們來說生小孩的優點 來 生小孩的第一個月馬上就反駁你們 我跟你講就是這種陪伴 小孩小的時候我們陪伴他 嗯 我們老了 他陪伴我們 他陪伴我們 真的 我就不信你們現在還剛才有五年 你們要相對最六十年 我就不信不信 對不對 一定會無聊 沒有小孩就是無聊 沒得陪伴 對啊 你看我們回家有蔡桃貴 欸欸有蔡坡呢 有老婆 也有小孩 欸 啊你們就 可憐 你講到重點了 來 當小朋友有老婆有小孩 你覺得他們還會陪伴你們啊 欸 怎麼不會 我們有小孩 我們還是回去陪伴爸媽啊 你看 我等一下就要回家 對啊 你不要回去幾次 你不要回去幾次 總比你們都沒有啊 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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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兩個人跟貓一起吃 可憐了 完全不可憐 完全不是很可憐 來 換你們 生小孩第二個優點 來 省錢省時 你賺的錢 所有的錢都會花在自己 跟你的老公身上 沒有 然後呢 你不用去養小孩 不用去教小孩 你都要有時間 都自己的 投資自己 自己 投資自己 自我成長 沒錯 然後看著配偶成長 想指銷手到最後 說了很好 也沒什麼好反駁了 沒錯 就是這樣 講得非常的好 我跟你講啦 這就是我們生小孩的第二個優點 我跟你講你們這個叫什麼 自私 生小孩的第二個優點就是 你可以享受愛與被愛的成就感 投資自己的成就感 你怎麼愛的 你就是愛自己 然後愛老公 就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幹嘛 愛小孩 你可以愛小孩 小孩愛爸爸媽媽 嗯 小孩也不可以 我都可以愛你們的小孩 欸欸欸 我在想 我的時間 你閉嘴 你剛才講話我都沒有幹到你 閉嘴 還沒論到你 插盤 你不要插嘴 對 剛剛提到 你愛小孩 小孩愛你爸爸媽媽 有沒有 小孩結婚有老婆 欸 你愛媳婦 媳婦也愛公公婆婆 有沒有 愛孫子 愛孫子 享受那種付出 然後之後咧 孩子再付出回饋給你的愛與被愛 多感人啊 你們兩個在那邊愛人愛去 無不無聊 我跟妳講這個想法太天真了 太理想化了 那是有愛的情況下 很多小孩父母 可能到後來是沒愛的 唉 很多夫妻到之後就離婚啦 這高大老人啦 你就自己去徒養老院啦 現在離婚你四個齁 就一對離婚啦 你就是那一對啦 走著瞧啦 附身小孩第三個優點 安靜 做得好 弄得太吵了 小孩就 人家說喔 兩三歲豬狗嫌啦 喔那連狗都嫌 吵到連狗都嫌啦 嚇壞喔 我每次去男生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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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難怪才不會嚇壞 你才會亂講 我們有一些小孩也很不 所以沒有小孩 我們就可以安靜 要安靜自己看自己的書 天啊 安靜的吃晚餐 然後不用把它在那邊收收收收 鬆鬆的音樂 然後一天過得很有品 說得好 說得好 同意 同意 被說服了 但是咧 我跟你講 無聊 第兩個人 投資在自己身上 就那麼安靜 很好啊 60年了你拿那麼多話好聊 沒有刺情做你就無聊嘛 人家估計就是無聊 來生小孩的第三 三個優點 讓你的人生更完整 怎麼樣完整 你人生有扮演過爸爸媽媽嗎 晚上的時候有 三點 三點的時候 Postplay 再次強調 我在講話 我問你不一定要回答啊 你都問我 我們動計了 你們的人生完整 你可以有很多種角色 你看 你現在有爸爸 媽媽 有沒有 公公婆婆 做阿公 做阿祖 每一種角色都有不同的任務 責任 跟那種喜悅 你們就沒有嘛 而且我們 你的人生階段 停了 你沒有下一個階段 就這樣了 對就是這樣耶 我們當阿姨也可以當金箔啊 我們 娃子 我們都可以 你有的 我們都有 我有的 你沒有 好像一個還好 好像一個還好 那都很傷身啦 一定有一些不可逆的現象啦 對 你們每天都想要身體也很差啊 養小孩 教小孩喔 其實也很傷身啦 很累 屁息 是不是很有道理吧 所以沒有生小孩就是 健康 不要開個屁 你們跑一月的次數 還不用多好不好 生小孩跟不生小孩 沒有一定健不健康 剛剛講第四個優點 怎麼樣 生小孩之後的優點 你的人生更有動力 有動力賺錢 有動力健康的活下去啦 對 我們努力 健康的活著 我們努力 為了小孩工作 為了家庭 賺錢 我們人生多有目標啊 我現在看了另外一半 都當動力嗎 對 為什麼不行 SORRY SORRY 我們出 我在講話 我們出來是為了另外一半 我們還為了小孩 為了孫子 為了媳婦 很多動力 你只有一個動力好不好 我們是動力腳踏車 我們是動力火車 我們是動力火車 100%的話你就開給我老婆 你痛風那麼嚴重 閉嘴啦 好久沒發言啦 閉嘴啦 不要讓三公斤 不要讓三公斤 下一個 最後一個對我們來說也是最重要 不甩小孩 第五個要求 就是你想弄就弄 我跟你講 很多夫妻好 生完小孩 都會在家裡 就好害怕被小孩看見 想要做一些全門的事情 鎖門啊 不好意思 然後小朋友 你這是在幹嘛 我在玩摔小孩 玩摔小孩 玩摔小孩 就每個夫妻 必須用的理由 所以當你不甩小孩的時候 你開心怎麼弄就怎麼弄 你在客廳弄 你在廚房 你在養牌 很大動作弄 弄起來 我完全不差距讓你講完 弄起來 我看你有多心虛 一點都不心虛 你們沒有生小孩 沒有懷孕過 沒有 你們弄了刺柱頭 比我們少很多 弄給你們小孩 完全沒關係 你們性生活刺柱 應該比我少很多 不是 這不是頻率的問題 是今天想 看一看電視 想弄就 我們想弄就弄啊 小孩在旁邊就弄啊 睡覺趕快 多刺激啊 好快喔 沒有刺激啊 懷孕過嗎 我們就沒有 沒有嘛 人生缺憾 你沒有這種機會 孕婦 沒有 不一樣 我跟你講不一樣 好啦 生小孩的第五個優點 最重要啦 人生充滿了我們下一個目標 醜源源不絕的目標啦 什麼目標 什麼目標 你有什麼目標 人生階段有很多啊 我們可以共同努力 想要完成一個 我們也有啊 我們現在要繳防袋啊 我們也要繳啊 我們也要繳 我們有啊 我們可以養一隻小貓咪啊 我們可以養啊 喔 你會不會想看到差跪去老婆 牽著她 走上後台 欸我 我爸那天跟我說 就我現在有個目標 我要健康的活著 活到看差距不會結婚 對啊 當你的小孩 那是甜蜜的婦後 我有虛啦 人生好多事情可以做 我都要選手怎麼辦 你們每天起床 啊今天又要幹嘛 怎麼又是旁邊這個 好 寧願跟貓玩 你不要跟他玩 所以 我跟你說你們真的要身體健康 對 所以你們要保護你們的小孩 你才要身體健康 不然就一個人好可憐喔 如果我不在了還差會陪他 你不在了 爸比好可憐喔 好啦以上 就以上 非常精彩的一個工房站 好啦講完之後想不想生 不想 欸我們程式很高欸 馬斯多的需求理論 你們又在下面的 都在生理 啊我們就平民老百姓啊 我們在愛與需求啦 沒有啊那我們就見人見智啦 是啊沒錯啦 想生就生不小生 講半天你還是不會生啊 對啊 但是這個就給大家做參考 參考一下啊 如果有那種想生 有猶豫 這樣猶豫不決的 看一下你們的影片 看你想要哪一種 看你是要把錢 投資在自己身上 好好過兩人世界 或者是 你有源源不絕的目標 源源不絕的動力 動力賺錢 有人陪伴 享受愛與被愛 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沒有對錯 以上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意見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來留言讓我們看一下 交流一下交流交流 你想生為什麼 不想生為什麼 沒有其他的原因 給大家交流一下 給大家參考一下 參考 好啦我們下次的這個辯論會見啦 好不好 再見 我們就要看看 誰活比較久 整個都健康的走下去 是嗎 對嗎 是 人家被騙了 就你會了 我才是第四人 是第六人 你要看吃董比較久 我們回來檢驗 對 然後來看看誰講的對 對 看哪一對會離婚 因為四對一對離婚 這影片到時候一定會能挖出來講 哈哈哈哈哈哈